大家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三,我们的直播开始 今天呢,现在有推送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了 今天啊,要讲的话题是毛泽东升平啊,最后一次唱了一出这个《将相和》 当然这个《将相和》呢,就像我昨天讲的 他是针对1973年12月下旬召开的这次中央军委会议啊,关于八大军区对调 他要很好的用尽平生之力,协调好他身后的诸多大事 这个诸多大事呢,首先的一件大事,那就是他安排的文革新贵 要与这些骄兵汉将携手共进啊,不能掀翻了桌子 在这里边呢,我们要重点提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叶帅 叶剑英,叶帅呢,当年有一句名言啊,或许很多朋友没听说过 叶帅说过一句话,他说主席啊,有很多牌可以打 我呢,啊,总理也有很多牌可以打,我呢,只有一张牌可打 这张牌究竟什么时候打,我心中有数 啊,叶帅当年说过这么一番话 叶帅手中的牌并不多,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啊 啊,因为叶帅呢,他不是那种啊,战功显赫著称 也不是那种深入敌后啊,长期握心肠胆 引领这个隐蔽战线斗争,取得交人的成绩的那种 他呢,一直是处在一个摇羽毛扇的状态 而且他这个羽毛扇摇的呢,也不是经常的 可是关键时候他打出的这几张牌 却让历史对他刮目相看 以至于呢,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格局 那么今天我们上来先讲这个人 这个人大家看一下照片就知道了,丁盛啊 丁盛这个人很厉害,虽然只是这个少将军衔 但是这个人在1949年之后 还有几次军功,值得夸耀 可是这个人最后的结局并不很妙啊 这个被牵扯到了四人帮这件事情那边 以至于呢,抑郁而终 到了晚年,如果不是他的这个老营盘 广州军区把他接回去 恐怕还处于啊,流落四方的境地 而广州军区的一些老人呢 对丁盛一直感念不已 他们呢,也陆续写了一些文章啊 怀念丁盛给丁盛翻案 这里呢,我们不多说 我们就说当初啊,林彪出逃的时候 他曾经有过一个计划 就是南逃广州 所以这个广州军区呢 一直被毛州所看重 913事件发生 那天清晨啊 周恩来给各地打电话 江青就在周恩来身边啊 当然了,这是监军嘛 周恩来当时给广州方面打电话 丁盛自己直接接的 然后丁盛呢 向周恩来表态 就是广州不对啊 无条件的服从中央的指挥 丁盛的这个表态 让周恩来很高兴 周恩来放下电话以后 说了一句话 说丁盛好 那么现场呢 啊,就是掌声啊 有掌声 所以江青后来在广州的时候 专门提到这句话 他说这是真的 这不是我当面工委丁盛同志 所以丁盛的这个表态呢 让周恩来放心 自然呢也让江青放心 1973年4月份前后 丁盛在广州啊 还专门接待了南下的江青 所以八大军区对调呢 把丁盛与许世友进行对调 这是从913事件之后 就已经在伟大领袖心目当中 形成了复案 丁盛到南京之后的一系列举动 到上海之后的一系列举动 更让许世友感到啊 压力非常之大 而这个时候呢 许世友也有对策 许世友的这番对策呢 就是他要上演一出甘露寺 啊 这伟大领袖要唱将相和 那许世友呢就唱甘露寺 当初我们都知道啊 孙权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 所以唐诗里边有一句啊 有两句话很有名 谁将一女倾天下 欲患流浪顶至心 啊 说的就是甘露寺这段故事啊 三国演义里这段故事非常精彩啊 那许世友唱的这段甘露寺呢 也非常精彩 只不过呢 带着老许这种特殊的色彩 这段故事呢 是建在于2011年第十期的炎黄春秋 这里边呢 有一个当初啊 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重要骨干成员 朱永家 就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朱永家 本人的口述回忆 他说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对调这件事情上边 批评了许世友 许世友也慌啊 这是朱永家当时说的原话 接下来许世友的戏就出来了 他和他的老伴田普到上海 到上海干嘛来了 因为他们听说王洪文有一个得力的干将 叫马振龙 这马振龙呢 是王洪文身边非常得力的这么一个人 得力到什么程度呢 王洪文要喝这茅台酒 要抽这个中华香烟 都有马振龙呢 在上海替他负责料理 这马振龙当时是上海市清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还兼任过上海市总工会的头子 马振龙这个时候正好在找对象啊 找女朋友 许世友的耳朵长 他就听说了 他和他的老伴田普就跑到上海来 跟上海这帮人打招呼 他说我呀 有两个女儿 许世友实际上有四个女儿 但是他可能讲啊 当时这两个女儿这个年龄比较适合啊 所以他说我有两个女儿 嫁给马振龙好不好 这是朱永家回忆的原话啊 他肯定是只能嫁一个女儿 不可能把两个女儿同时许给马振龙啊 这是不允许的啊 所以朱永家到了晚年回忆这段事情的时候 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这就是军队干部 表现的那么直 他对毛泽东要求的将相和没有什么招数 把这种事情也拿出来了 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朱永家回忆这是在八大军区调动之后 就是许世友到了广州之后 发生的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朱永家他们这些人呢 对这件事情 比较反感 不认同 所以朱永家自己说过啊 他说呀 军队干部之间那一套拉拉扯扯的关系啊 就是包括朱永家他们在内这些人 不愿意参与军队干部的出身经历 自然而然就形成了那套东西 外边的人是加入不进去的 他们大多数是从底层社会奋斗出来的 自然而然就有底层社会上的那种人的那种体性 一下子改不了 这里呢 我们借着朱永家的这段原话 跟大家呢 简单说一下 其实啊 毛 担惊节律的啊 费尽一山之力来唱这出《将相和》 从根本上讲 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了他失败的结局 为什么这么说 刚才朱永家的回忆 已经做了很好的注解 他根本是两条道上 两股道上跑的车 他不可能有重合的轨迹 张春桥 徐景贤 朱永家这些人 虽然呢 他们在这个政治斗争当中 都显示出他们非常卑乌的那么一面 但是他们自己的出身 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学识 包括他们一定的修养 跟许世友这些人完全不合辙 朱永家自己刚才说的很清楚 因为像许景贤 朱永家这些人说穿了 他们是文人出身 啊 早年呢 都是以文章报国来自欺啊 自诩 所以他们走的这条路呢 始终是没有放下笔杆子 而许世友 韩仙楚这些人 起自于草莽之间 他们玩的是水浒传的那一套 江湖的那一套 所以许世友的江湖 与许景贤 张春桥 朱永家们的江湖 是不同的 毛泽东硬要把这两个江湖 放在一起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当然这件事情呢 就是许世友要把女儿 嫁给王洪文的亲信 马振龙这件事情 也没有办成 但是这个时候的许世友 有点惶惶不可终日了 啊 这里呢 给大家展示一封信 他给他的大儿子许光 这许光这个人啊 还有他的弟弟许建军 这是当时啊 这个历史转折关头的 两个重要的见证人啊 他们哥俩呢 这个收到的信和发出的信 在那个时代里 曾经引起一大段波澜 这里呢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许世友给许光的这封信 他是写在这个 他到了广州军区之后啊 他这信写的很有意思啊 他是 许世友这个时候呢 是74岁了啊 大家有必要了解一下 许世友是哪一年生的啊 他是1905年生的 写这封信的时候呢 是1979年 这个时候呢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啊 所以呢 许世友开始安排后世了 他写他 他在他的身后呢 不能火化啊 要埋到家乡去 从这封信里边 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许世友的心目当中 啊 那套最古老的 最原始的东西 才是最有效的 这就是为什么 刚才我说 许世友的江湖 和张春桥 许景贤 朱永嘉 他们的江湖 是不能合折的 就在这里 直到拨乱反正的号角 已经吹响的时候 许世友最念念不忘的 还是土葬啊 所以呢 许世友也是那些 诸多高级领导人当中 唯一几个啊 就是极少数极个别 被特批啊 能够允许土葬的 可能也是唯一一个啊 这个我没有进行细致的考证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做一下这方面的了解 那么这封信呢 只是一个替代物 因为 1974年 上半年 许世友呢 在广州军区呢 还做出了一个决定 当时啊 丁盛本人回忆过一件事情 就是江青到了广州之后 曾经跟丁盛他们说过 这么一件事情 他说你们满大街都是兰花 为什么不捡起来 这些兰花随随便便丢在地上 非常可惜 要把这些兰花捡起来 然后集中起来呢 就是玉兰花啊 玉兰花集中 把它归种起来 创收 外国人肯定喜欢玉兰花 你们在广州的大街小巷 摆上一些玉兰花 这样呢 还能招描很多这个生意 这江青不知道啊 动了哪根筋 突然对经济工作呢 认真起来 但是这件事情呢 在丁盛他们看来 纯属这胡扯啊 丁盛自己晚年的回忆 他说过 他说广东的玉兰花 到处都是 太多了 谁也不管这东西 可是1974年上半年 许世友到了广州军区以后呢 真的把玉兰花这件事情 当成一个工程 工程啊 来抓 所以联系到刚才 这个朱永家的回忆啊 许世友忙不迭的 和他的老伴填谱到上海 去给他的女儿 安排对象这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放在一起考量 我们就知道 许世友那个时候顶不住了 1974年 当时呢 也是两大阵营 暗中较量的 最凶的一年 许世友这个时候 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吃力了 因为 昨天我们的节目里边 提到了周伯 周雅夫 父子 许世友知道 上层的矛头所指 就是对着他们这些 老军头们的 可是接下来 事情发生变化了 这个变化 就出在王洪文 与徐景贤等人的 一段对话里边 这是徐景贤 本人亲口回忆的 而这段对话呢 为我们展示了 当时真实的历史背景 这段历史背景呢 就跟咱们的恩来同志 跟咱们的叶帅 包括邓小平 有最直接的关系 王洪文回到上海以后 是谁呢 是叶剑英 邓小平他们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 王洪文说 别看春桥和我这些人 在中央都已经有了新的岗位 人家说的很谦虚 实际上他们都已经是中央副主席 中央常委了 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作用 王洪文本人也是中央军委常委 所以中央军委开会呢 王洪文照例也参加 那张春桥就更不用说了 张春桥是总政的主任呢 在讨论人事问题上 总政是要拿意见的 可是呢 王洪文说 各大军区 各大兵种 副司令员 副政委以上干部的名单 在讨论他们的名单的时候 我和春桥同志 根本插不上话 邓小平他们对军队的干部 特别的熟悉 尤其是老邓 一当总参谋长 很快就把各总部 各兵总 以及大军区的领导班子 给搭起来了 然后呢 挑选了他们认为可靠的人 在中央军委讨论这些名单的时候 我跟春桥同志 因为不熟悉这些人的情况 我们根本就提不出来反对意见 相反呢 邓小平提了意见之后 叶帅在旁边搭话 叶帅说的这些话 我跟春桥同志 也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就是当时啊 王洪文 给 徐景贤 王之长 马天水 王秀珍 这些人讲的 原话大意 就是说老邓一旦出山之后 在叶帅的帮衬之下 尤其是叶帅打出了手中 久久不愿意打出的这张牌 军队的班子 随着八大军区的调动 这是一股子东风啊 因为毛泽东已经开了这个先例 要调动 军队要整顿 要把林彪的这套东西清洗出去 那么邓小平和叶剑英就借着这股东风 把那些他们认为应该重新挖出来的 有潜力的这些人 再重新放回到岗位上去 而这些招数呢 说白了啊 并不是叶帅啊 和邓小平 他们自己突发奇想 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根子都在周恩来的身上 周恩来是最早做出范本的 周这个人很厉害啊 1972年就是刚刚发生这个林彪事件之后 我们知道有两位井冈山的老家伙 一前一后突然去世 一个呢是陈正仁 一个是曾山 这两个人都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铁杆 也是毛非常器重的两员大将 可是这两个人在文革当中被搞得非常厉害 非常惨 所以这两个人激愤之下呢 引发旧病 先后去世 那由此呢 周恩来就推动了一个重大事件 就是老干部要集中进行体检 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 同时呢 对那些军队系统内的长期受压 长期被晾在一边 甚至长期被关押打倒的干部 进行陆续的解放 因为这这么做的核心呢 是要清除林彪的这些影响 这个旗号呢 是非常的冠冕堂皇 这就是为什么伟大领袖说 这个周恩来这个人善于啊 打着红旗反红旗 甚至是跪着造反 可是他这个理由太正当了 因此呢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周恩来 拿了高分了 这一时期啊 被陆陆续续 放出来的这些老干部 最感恩戴德的 自然是周恩来 而在这个时候呢 咱们的叶帅 唱了一个重要的配角 这是1974年7月27号 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的一次 审查干部的会议上 咱们叶帅 写的这首诗 叶帅的这首诗呢 据高文谦先生考证啊 他这首诗 并不是针对 这个审查解放干部 来的 叶帅当时打的旗号是说 我想起长征时候的这个故事了 长征那个时候呢 啊 拉这些这个资众啊 拉这些行李非常困难 而且大家还要对 躲避敌人的追击 所以呢 啊 叶帅呢 就写了这么一个诗 一批一批 过桥真费力 感谢迁罗人 驱驼负前敌 人家是怀旧啊 没有针对现实情况 发表任何实质性的看法 可是这个怀旧 让很多人热泪盈眶 因为这些老家伙们 很多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 哎 所以他们听到叶帅来念这首诗的时候 思绪一下子又回到几十年前了 那么这首诗里最关键的这段话 叫感谢迁罗人 驱驼负前敌 这个牵罗人是谁啊 牵着罗子的这个人是谁啊 你可以多重理解 你可以理解那个 李一蒙回忆录当中的毛泽东 啊 你也可以理解为正在主持人民大会堂 这次会议的周恩来 而在长征当中 周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些老将老帅们 心中是最清楚的 所以叶帅的这个穿针引线 一与双关 在现场呢 是引发高度共鸣 要不说叶帅这个人轻易不打牌 一旦打出这张牌 确实是语经四作 当初收拾罗瑞卿的时候 叶帅呢就改了一首词 将军一跳深明烈啊 以至于呢 让罗家记忆犹新呢 那 在二月逆流的前前后后 京西宾馆会议的时候 叶帅又改了一首词啊 李后主的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之多少 叶帅呢又改了一个 林彪逃走的时候 叶帅又改了一首词 啊 那么现在呢 在审查老干部 解放老干部的时候 叶帅又实行大发 每一次都配合的这么天衣无缝 而接下来这一幕呢 说实话啊 就是牵扯到一个重要人物的 审查程序 此人大名叫严金生 啊 今天呢 有些朋友或许还知道这个人 这个人实际上 他在1955年啊 只是一个少将军衔 他并不是什么这个 了不得的这个人物 而且呢 他比较偏 他是出身于红二方面军 不是一方面军的人 可是今天熟悉这个军事历史的一些朋友 为什么还知道他呢 是源自于他的儿子啊 父子两个人都是少将 严金生的儿子 严宁少将 1951年出生啊 应该已经是退休了啊 这个大家上网可以搜一下 那在严金生这个人复出的过程当中 上演的这一幕活化剧 足以让咱们叶帅的形象 标柄轻视 啊 在历史上写上浓重的一笔 那么这段故事是怎么展开呢 咱们留待明天 接着说 啊 感谢朋友们上来收看 欢迎大家关注温相说时政会员频道 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更新 再见